新生进入内院 萧炎四人被安排住在一处 苏长老提醒他们 希望四人能抱团 徐儿不必说 自然紧跟萧炎 吴浩宇虎家在经历火能围不散后 对萧炎刮目相看 现在彻底沾上她 晚上 萧炎询问耀老是否查探到了陨落新年 耀老表示进入内院之后 在偏北的位置隐约感觉到一点异样气息 不过怕被人发现 不敢探查得太仔细 嘱咐萧炎等有时间去那边看一看 在学院内怕被强者发现 在外又担心魂殿追踪 只有像加玛帝国那种远离大陆中心的国家 才少见他们的身影 他们的目标是猎杀脱离了身体的强大灵魂体 当年要老就差点栽到他们手里 如今对他们也是十分忌惮 萧炎心想要尽快找到一伙 帮老师炼制容纳灵魂的躯体 不用再受魂殿威胁 第二天一早 十几个新生找到萧炎 说老生过来收纳供费 如今已经来了三批 这样下去 手上的火能都要被收个精光 萧炎表示 现在是拉拢新生的最好时机 萧炎一听 媳妇说得对 起身找老生们算账去 萧炎的名头 老生们本就颇为忌惮 如今又集结新生之力 正在收纳供费老生被吓退 有个叫阿泰的新生游说 萧炎成立自己的势力 萧炎很清楚萧炎纠结的是团队管理 表示他与虎家会处理好 萧炎只得点头同意 盘门就此成立 盘门刚成立 萧炎与虎家两人安置心生 萧炎 吴浩却是找借口出去溜达 萧炎一路往北而去 想尽早确认陨落新年的消息 黄奔了大半个钟后 前面乌泱泱的全市人 萧炎一跃 站在树顶 人群最前方是一处凹地 一座极为庞大的黑塔正深埋地底 落出一节塔间 以及一层漆黑入口 这里好像便是天坟炼气塔 萧炎 吴浩信冲冲地挤到最前方 突然古老的钟银声响起 一道苍老的声音 从塔内穿了出来 开塔 萧炎按耐住忽然躁动的心 快步对着黑塔走去 双脚落进塔门地面的那一刹 萧炎突然变得脸庞通红 白色雾气从身体内滋滋冒出 吴浩也是如此 两人站在塔门口 动也不动 老生看见二人的情形之后 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新生吧 第一次进塔 如果没有长老出手 会由内而外的烧成焦炭 不明情况的萧炎 只感觉体内莫名其妙出现的 一蹴诡异的 无形无状的火焰 不久体内经脉 骨骼 肌肉都开始出现了刺痛之感 经常玩火的萧炎知道 这是被高温灼伤的前兆 若是在这般继续下去 无疑要沦为废物 萧炎指挥青莲的星火 围剿那促来历不明的诡异火焰 有青莲地星火保护 寻常火焰根本不可能 进入它的身体 就在萧炎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忽然耀老的声音 从心中传出 无形无色 这是陨落星炎 不过 看着能量这么弱 并非是真正的陨落星炎 而是投射在心中的分体火焰 看来陨落星炎就在塔中 这也是为什么 那院学生在塔中修炼 进步会如此之快的缘由了 原本听说 这不是真正的陨落星炎 心中还挺失望的 听得这话 萧炎顿时再度精神了起来 要老让萧炎撤出青莲的星火 将体内斗气 从这缕无形火焰之中穿过 萧炎惊恶地发现 斗气在穿过无形火焰之后 虽然体积缩小了一倍多 但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却比先前更加庞大 萧炎大喜 连忙控制着一股骨斗气 源源不断地穿过 就在第五股斗气穿过之后 那驴火焰温度越来越低 然后消散了 要老解释道 这只是一缕极为弱小的投射分体 也只能支撑净化这些斗气 这么点火焰就有如此奇效 若是能够将其本体吞噬 岂不是 刘长老听说 心生入塔 过来看看情况 一位银色长发 身穿银色衣裙的女子过来修炼 恰好碰到老生 在笑话 两个心生 呵斥道 心生不懂规矩 不是挺正常吗 有什么好笑的 在他开口之后 那些幸灾乐祸的笑声立马消失 可见 这女子应该在内院 拥有不若声望与实力 该女子 明韩月 在内院待了已有三年 实力超六星斗灵 韩月看了看萧炎与吴浩 向刘长老开口道 还是先让这两人 离开新火酒烤吧 不然迟了对身体伤害可不小 柳长老却是摇了摇头 想当年 韩月第一次进塔 在新火酒烤中 坚持了17分钟 现在 他倒是想看看萧炎 两人能撑多久 至于柳长老 如何得知萧炎身份的 巨大的玄仲耻 早已说明一切 在柳长老 爆出萧炎身份后 在场的所有人 将目光投注在两人身上 他们同样是想看看 这个家伙 是否有着传闻般的实力 在16分钟时 吴浩的身体 忽然产生了细微的颤抖 见到他的反应 柳长老出手 火焰离体 吴浩双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将近18分钟时 萧炎的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 原本期望甚高的柳长老 此刻显得有些失望 手一挥 欲将萧炎体内新火照出来 无形之火并没出现 倒是一大股青色火焰 毫无预兆地从萧炎体内涌出 直接对着柳长老席卷而去 柳长老挥动双手 一股乳白色火焰从手中喷涌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形成一个火焰照在众人注视下 青色火焰与那乳白色火焰照轰然碰撞 整个天坟炼气塔都震得抖动起来 这份力量并非由萧炎主导 而是青莲地新火的护主爆发之能 柳长老的衣袍被焚烧了大半 头发上散发着一种焦臭之味 看起来极为狼狈 而萧炎凭借自己的力量 从新火酒烤中恢复过来 这么多年来 他是第一人 柳长老面对如此有爆发力的学生 不免新生拉拢之意 将站在一旁的韩月介绍给萧炎 原本有洁癖 不与人接触的韩月 倒是出人意料地握手了 韩月想邀请萧炎加入他的势力 萧炎表示自己刚创建盘门 无法加入其他势力 对于新生创建势力的行为 韩月很惊讶 觉得这事或许会引来很多麻烦 萧炎将所有新生都收拢 导致其他势力 今年无法再吸收新鲜血液 这举动肯定会让盘门 受到不小的排挤 听了韩月的解释 萧炎一脸凝重 的确 盘门刚刚正式成立 就几乎将大半个内院势力 得罪了个遍 以现在盘门的实力 根本难以应付这么多潜在敌人 不过事与至此 只能兵来降挡 水来吐掩 韩月离去后 刘长老代萧炎逛塔 在天坟炼气塔中 每层有高中 第三种级别的修炼士 修炼费用都一样 但实力强 就能获得最好的修炼条件 两人走到塔中央 一个黑洞赫然出现 这个黑洞贯穿了整座天坟炼气塔 这边的气温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 萧炎朝前叹了一点 盯着下方无尽的黑暗 体内青色火焰猛涌上瞳孔 只见黑暗之中 扭曲的空间 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 对着洞口攀爬而上 一道鹤声 猛地在萧炎耳边响起 萧炎 让开 柳长老用力一扯 将萧炎带离洞口 虽然他看不见里面究竟有什么 但当了这么多年的长王 早已听说过里面 有着极为恐怖的东西 柳长老看不见 萧炎被清廉的星火包裹的眼睛 倒是看得一清二楚 在黑暗之中 一条被无形火焰包裹的火蟒抱涌而上 在洞口上空五米的位置 空间极为奇地扭曲着 构建了一副空间牢笼 脱险之后 柳长老一脸凝重地说 今天是他失职了 叫萧炎不要把今年事 告诉任何人 学员是不允许靠近塔内中央 以后也别来这里 在一路谈话间 萧炎两人已经再来到了入口处 吴昊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萧炎扯着他就出去了 出塔后就听到药老在感叹 居然孕育了火灵 萧炎问是那什么东西 火蟒是由纯粹火焰 而诞生的另类生命 灵智能够和一些 可以幻化成人类模样的 超阶魔兽相媲美 那条火蟒 是从陨落星炎之中 而诞生的灵智 它是陨落星炎 萧炎听药老这么说 可激动坏了 转念一想 生出一时的火焰 怎么炼化 药老也是略微有几分头疼 表示只能静观其变 凭那空间牢笼 根本不可能一直将陨落星炎 封锁在塔中 等爆发之时 才有机会 萧炎一正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药老思索许久 说从刚才陨落星炎的反扑来看 多则两年 少则一年 药老交代萧炎 接下来要抓紧时间 在塔中修炼 必须为陨落星炎的爆发 而凝聚力量 萧炎刚回到住处 一个新生冲了过来 喊着出事了 有人来拉拢新生不成 现在正和薛儿 与虎家学姐动手 来的是白帮 领头是白山 白山劝说薛儿 虎家 盘门不可能起来 对于临阵叛逃的混蛋 虎家和薛儿没有半分好感 两人的态度 令白山的脸庞也是阴冷了许多 白山身旁一位名叫 富敖的斗灵强者 眼睛时不时不怀好意地 在薛儿身上扫 说只要交出五名新生 那白帮日后 也不来找盘门麻烦 不过在这五人之中 必须有薛儿学妹 薛儿听出富敖话中的调戏之意 变得更加淡漠 富敖看到薛儿不领情的模样 准备直接用墙 就在战斗即将开启时 一把巨大黑色尺子 出现在了富敖等人视线之中 瞧得萧炎与吾傲的出现 新生顿时欢和起来 虎家悄悄松了口气 萧炎对薛儿淡淡笑道 接下来交给我吧 富敖望着萧炎平淡地说 交十五名新生 我们马上离开 若是不交呢 萧炎冷声道 那就打道 你在新生面前 威严尽失 富敖咧嘴一笑 萧炎提议单挑 富敖赖了 他交十五名新生 若输了 白帮三月内 不再找盘门麻烦 富敖表示要换个赌注 十五人里要有薛儿 输了 白帮半年 不找盘门麻烦 萧炎暴怒 爆发之际 忽然薛儿轻轻地握住了 萧炎紧捏的拳头 萧炎哥哥 别 萧炎转身贴近他的耳朵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承诺道 半年后 我会扫除白帮 萧炎应战 然后缓缓向前踏了一步 一缕缕青色火焰 猛然暴涌而出 天火三旋变 青连变 青色火焰将萧炎包裹成一个青色火人 众人察觉到 萧炎的气息正在节节攀高 甚至即将到达斗灵强者的地步 富敖冷笑 对于萧炎强行提升实力的手段 很是不屑 今日便让你瞧瞧 什么才是真正的斗灵强者 萧炎直接对着富敖暴冲而去 富敖手中 一把三叉戟闪现而出 玄仲池与那三叉戟重重撞击在一起 富敖退后半步 萧炎后退一步有余于 几个回合后 萧炎呼吸略显急促 在使用了 天火三旋变强行提升实力后 虽然与富敖相抗不败 不过 一旦青连变的效果退去 那到时 他将难以和富敖再战 看出萧炎弱点的富敖 打算一招解决 三叉戟猛的一旋 一只斗气凝化 而成的能量鲨鱼出现 若是被其咬中 定然是致命伤害 斗气凝雾 斗灵强者的标志 就犹如斗师的斗气鲨衣一般 斗气鲨鱼对着萧炎暴冲而来 被青色火焰所包裹的重齿 重重地与那斗气鲨鱼 碰撞在了一起 轰 凭着一伙 对水属性斗气的克制程度 能量鲨鱼被蒸发成漫天水气 萧炎对着相隔不过两尺差距的富敖 猛地张开嘴 好 富敖虽然感觉到不对劲 却并未立刻退缩 因此 这祭师虎碎金银被 他完整地接受下来 在富敖被震得失神的刹那 萧炎紧握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富敖脸庞上 富敖在半空中 连打了几个翻滚后 重重砸落在地上 不知死活 白山带领白帮成员 将富敖抬了回去 扶着脱离的萧炎 薰儿笑道 你打败富敖的事情 就要传遍整个内院了 萧炎叹了一口气 这样也好 至少能够震慑一下其他势力 然后对新生说 为了能够在半年后 抵御住白帮 宣布盘门成员 明天开始进入天坟炼气塔中修炼 自此一战 盘门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脑袋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